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目前还在等待啦 目前目标就是放在北欧 我超想去滑雪的 如果是北欧加滑雪的话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资料 他就在说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是一个超级适合永续旅游的地方 很适合你喔 可是永续旅游 我觉得听起来有点严肃 永续这点会好玩吗 你可别这么说 我问你 你想不想挑战在垃圾处理场上滑雪啊 你是说垃圾场吗 没错 我哥本哈根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景点 它叫做Curban Hill 它是一个可以将每年45万吨废弃物转成能源 提供15万户家庭电力与热能的一个超酷的绿色新景点 那它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 也就是你可以想象喔 它最高的一边 它是一个人造攀岩场 然后它的工厂内部设计呢 是按照波形下滑 所以它的顶楼就是一个超级大的滑草场 一年四季你要滑雪滑草都可以喔 真假 我觉得可以耶 因为我本来就有在考虑丹麦 它是童话王国嘛 然后现在又可以滑雪 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去的 我要先写下来 不过现在很不要麻烦的是 因为我先生他想要去水上运动耶 丹麦有吗 有有 哥本哈根啊 有一个组织 它可以让你免费租小艇喔 水上运动是免费的 在台湾水上运动很贵耶 是什么 这个组织啊 它叫做Green Kayak 它呢提供你一艘小艇 只要让你在运河上 就是四处畅扬 只要你带回垃圾一带 而且拍照打卡 就可以全程免费喔 这个组织啊 是由就是一个专业的教练所创立的 他每天其实会很认真的去做 这个收集垃圾的事情 可是却发现说 每天每天进水到清都清不完 所以他决定透过这个组织 喂 我免费建立小艇 你来帮我收垃圾 鼓励大家一起关注这个 水上跟海洋垃圾的议题 天啊 我觉得这个行程 完全就是适合唱一家 小编的蜜月旅行 出去蜜月 我还能够去划船捡垃圾 对吧 好啦 我要认真来研究丹麦 不过我不知道他们的大众运输 会不会不方便耶 你真是有点土咯 哥本哈根最酷的大众运输 当然是骑脚踏车啦 真的假的 骑脚踏车 可是如果遇到阶梯怎么办 我还要搬呢 那感觉起来移动就不是很方便 你不知道吗 哥本哈根可是荣获世界上 最适合骑脚踏车的都市哦 它的政府花了两亿欧元 打造非常完善的系统 例如说主要干道的两侧 都有独立的脚踏车道 禁止汽车通行的自行车桥 所以你其实还可以一边 就是通过运河 一边欣赏美丽海港 整个道路都是非常顺畅的哦 我觉得你讲得好丰富哦 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准备好一个行程 我把你刚刚讲的都笔记下来 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 哎 不用啦 你这些内容都可以在 倡议价频道看到 请搜寻歌本哈根或滑雪 就可以咯 好 我等一下就去看 那欢迎已经有去过的听众呢 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心得哦 拜托 这又关我的幸福 是不是有点夸张 好 不管啦 那我就请V边来做个总结咯 好 那如果大家还知道 哪些有趣的永续旅行程 欢迎跟我们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 请喜欢按喜欢 分享按分享 永续在哪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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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